其实加拿大这个证券会也好 法庭也好 非常腐败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举例子 其实我很多例子 我就发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像我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一指控我是犯罪 他就把银行的账号冻结了 银行冻结以后 来按理说 所有的人都认为 这个冻结资金是不能动的 对吧 就是谁也不能动的 其实不是 他一冻结以后 法庭法官就会指 就是就把这个 就指的一个人去受理 他说这个人呢 是什么呢 是代表投资人的 他呢就是作为投资人的代表 投资人也不知道他 也没有授权给他 他也跟投资人没接触 对吧 随便就是就就这样的话呢 就帮我们的钱啊 帮我的投资人的钱 帮我和我的投资人的钱 一两百万 三加五七二 没了 对吧 没了 账号他们就就就分掉了 他 首先呢 他本来是说 这个法庭呢 就是其实要认为一个律师 啊 人民普遍认为是政府的律师 对吧 好像是不要免费的 因为他没有问投资人要钱嘛 其实呢 他是用我的钱 或者用我们投资人的钱 对吧 去挖掘更多的钱 更可恶的是什么呢 我的账号冻结了 他把我的钱弄了 那也就算了 他用我的钱啊 然后呢 去作为他们的这个成本 然后去追 我的投资人的钱 你看这 你假如比方说 你假如比方说 拿到这个政府 拿到我的钱啊 去追我任何地方 指他的地方的钱 这个是 这个是合情合理的 是吧 但是他去追我的投资人钱 他说投资人 这个投资人 他说我有两个投资人嘛 一个是叫 你大家都知道 一个叫Peter啊 这是公众这个信使啊 大家知道 他在法庭做了证啊 因为当时的投资 投资人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30万啊 还叫100万 对吧 就是我们当时呢 就是投资人 选了投资人的代表 来管理这个 现有的资金 对吧 这个是合集合理的吧 然后呢 就从美国呢 就卷了30万块钱 到了Peter Lean这里 对吧 这Peter Lean以后呢 他这个律师呢 就 你知道 律师是不能 也不应该 去找Peter Lean的 Peter Lean是投资人授权 给他的 对吧 来管理这个资金的 对吧 然后他说不行 他说这个钱 是投资人的钱 那确实是投资人的钱 他说法庭的时候 投资人的钱 其实就是律师的钱 你知道吧 这是 这个很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导 你知道吧 你没有搞清楚资钱 就是说 你没有定罪资钱 你是不能动人家的资金的 如果是白人的话呢 在白人啊 我看到一个最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有个人呢 是白人 他诈骗了C 就CIBC的这个 几千万的这个 这个 资金 这个诈骗案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说 办了一个学校 就是帮学生贷款 就是 其实那个学校呢 就是学生呢 没有都是虚拟 虚勾的 对吧 贷款也是那个 然后呢 CNBC呢 就不知道怎么样 他就 就批了几千万给他 那这个人呢 在 在警察抓了他以后呢 这是个白人啊 他就冻结了资金 但是呢 冻结资金呢 因为没有定罪 他 生活费 小孩的学费 所有的律师费 什么都 照发 还要保持他原来的生活水平 你知道吧 那 同样的情况 在我身上就不一样了 他就没有这种 就是说 我还应该松火 我还应该请律师 对吧 我还应该这样的话 你这个事情就 就就很有意思了 的话 因为这个呢 就是法律来说 其实 加拿大法律来说 叫案列法 他可以不按这个案列 因为就没有规定 一定要按这个案列 法官就是 法官头脑一拍 一拍 用哪个案列 就用哪个案列 所以呢 对白人是这个案列 对 对有色种族 或者华人呢 是另外一个案列 你知道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大家的 所谓的案列法呢 就是 Case Law 其实是 没有law的 就是说 就是 法官是无法无天的 他可以随便选 他就是像 一写文章 那个媒体 搞媒体的人 对吧 他写文章 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对吧 就是随意给他发工资 站在他自己的角度 通过 对吧 要说服 或者给人家洗脑 或者要说服别人 这是同样的道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刚才讲了 我这个故事呢 就是 真的讲起来 就太多了 但是呢 其实呢 我现在不是去 抱怨什么东西 我现在也不像 什么人家讲的 强林扫样的 我现在就是 想要大家 觉悟起来 不要上当受骗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说 老唐 你的事情 跟我为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其实是很大关系的 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以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 加拿大这个社会以后吧 其实呢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这个法治社会 什么自由社会 人权社会 但是呢 这都是 非常表面的 这是对谁的问题 对白人 它是个法治社会 所有的case 就是所有的案子 通过settlement 你假如说 你如果法庭 跟CBC 对吧 跟TD Bank 跟所有的地方 他们就是通过settlement 就是 就是复项那个 而不是法官去 去调整 就是加拿大的案子里面呢 90% 是 调解 settle 对吧 所有的任何一个案子 只要在法官那里面去 那特别是政府指控的 那是绝对不会让你赢的 你就是有百分之百的理由 也没有用 这个法官呢 普遍认为 是 是 公正的 我以前的时候 我看到法官就害怕 我又现在非常镇静他们 我觉得这个法官就非常了不起 因为为什么了不起呢 我说这个法官啊 为什么会 什么是问题都搞得清楚 什么事情都能判 什么都懂 我后来就发现 他哪里是要懂啊 他只要站在他自己的屁股 坐在哪里 用自己的位置说话 对吧 他是看哪个例外 让利益最大化 对吧 而来判的 是吧 大家说 其实呢 我跟你讲 我十多年在法庭里面 我研究了这个法律 非常多 我也问了很多 这个在牢里的犯人 各种各样的 就是行情上万嘛 我一天没事干 我每天在那里面 我说你是谁啊 你为什么进来了 为什么向你也进来了 对吧 我问了很多 很多人呢 反正在牢里面 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 他说冤 为什么呢 就是百分之三十的人呢 他是很开心的 他没说他自己冤不冤 但是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呢 冤 有两点 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是没钱 跟我一样 我才说冤 也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他说一点法律知识都没有 他就不懂 对吧 因为像这种的话 一个呢 是真正半斤的犯罪了 二个呢 就是说 你知道吧 这个法庭 这个派一个人的话呢 他是要收很多钱的 因为你知道 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工资呢 大概是几十块钱一小时吧 我觉得是一百块钱一小时 那就很多了 但是律师呢 他一个小时是几百块 最多呢 到了一两千块 对吧 所以的 像我这种案子呢 就是知名度高的 他们认为很有钱的话呢 这个就 费用就特别高 那些律师呢 都是一千块钱一小时的 他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对吧 他一天就八千块 对吧 然后呢 一个团队 就是五六个人 十来个人的话 你说一天就是多少钱 不知道不知道这钱 然后呢 法庭的一天费用 如果我上法庭 我上法庭的时间 大概有一年多啊 就是 不是我 我的法庭 我这个案子 last 差不多有 从 09年开始 一直到 2013年 这个 09年 2013年 四年的吧 然后呢 我还到了 到 17年 我还在那里 啊 就是跟法庭里面去辩论 这已经是从 09年到17年 8年 现在是8年抗战 对吧 但是呢 你知道 每一天呢 我上一次法庭的话 那些律师啊 法官 那个法庭的费用呢 是抢地费啊 大概是四五万一天 其实呢 我这个 这么长的时间呢 其实 一个法庭 那个 那个 也好 法庭也好 法庭也好 律师也好 没有一个 complain 因为怎么 他开心呢 对吧 他每个 每个小时 几百块钱 一小时 对吧 而且 对吧 每天 九万块钱 他们 赚了二十人的钱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还搞不清楚 他说 你这个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其实 每个人 这个关系 因为怎么呢 加拿大的税重啊 很大情况下 就是这些 律师跟法官 啊 拉走了 对吧 这个费用呢 就是我们要 为什么要交这么多税啊 他是我们 他是拉我们的钱 来镇压我们 对吧 你看你这个问题 很严重嘛 我本来是讲 这个事情呢 要跟那个 加拿大有个什么 这个 就是拉税人联盟嘛 有学会 我本来想 给他们去报告的 对吧 因为 我估计他们 也不是不知道 这些事情 但是呢 谁也对他们 没办法 因为西方社会里面呢 其实 西方社会的独裁 在哪里呢 就是法官 法官说什么 就是什么 做什么 就做什么 谁也不敢去那个 因为你不能说 这个法官的 这个 这个叫 法庭的这个尊严 大家都知道 法庭的尊严嘛 啊 就integrity reputation 对吧 trust force 这些东西呢 这是法庭那个的 而怎么样呢 就是这跟国内 这个共产党 要维持自治的政言 其实是 一模一样的 啊 你知道吗 就是 加拿大这个政客 大家 我这个随便聊了 加拿大的政客呢 其实呢 他不是这个国家的拥有者 他们是 是高级打工的 讲的 再深刻一点 啊 我讲的 可能从来没有人知道的 就是 这个政治家呀 就politician啊 我觉得是议员啊 这个参议院 不是 国会议员 参议院 众议院的 市议员这些 这些人都是promoter 他们都是 推销员的嘛 啊 他们都推销员 你看那个 大家都知道 这个媒体啊 那个680 News 是所有的 这个英文媒体 主流媒体 中文媒体也好 他是 凡是警察局 说的事情 凡是 法律说的事情 凡是这个 啊 律师说的事情 都是 轰轰烈烈的 因为怎么呢 他这个没风险啊 谁去 谁都不敢去 跟法庆 作对吧 对不对 所以谁也不会说 法官说的是错的 所以呢 法官 他是一个独裁者 也是一个皇上 因为他这个分开的啊 就是每一个法官 都是独裁者 每一个法官都是 对吧 发性质啊 法官说 你的钱就是他的 那你的钱就是他的 法官说 要你进监狱 那你就进监狱 那很多人说 你还可以上书啊 上书呢 我才发现 是一个 切尾切尾的 骗人的一个 一个程序 就是不是骗 被告 而是骗拉罪人的 一个东西 因为怎么了 你上书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个人讲 自知无罪 或者自知有理 其实呢 法官说你以后 你上书的所有的理议啊 证据啊 都不重要 什么时候是重要呢 是法官 是不是犯错误了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错对 而不是说对你 对一个被告 或者对一个案子的 成败 这不重要 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他们自己 对吧 会不会影响 法庭的声誉 对吧 会不会让法庭 找到一些 对他们以后有利的 就是 他你说上书吧 他就是让你去 就像媒体一样的 搞得热闹 因为这个 加拿大西方社会吧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赌强社会 对吧 就是赌博社会 对吧 他们是就是说 失望 人失望 希望能来得多 对吧 他不怕你 老 也不怕你吵 因为怎么 赌上你都不会 把他烙翻天吧 你吵得不好 都把你抓起来 对不对 是这监狱 就会赶到墙外去 就这么简单